北京东北三环高楼林立 亮马河如一条营带 自西向东从繁华都市中缓缓流过 于南岸使馆区隔阂相望的 是一片高低错落的建筑群 在夕阳照耀下有浅浅的金色泛起 低调而涉华 这个名叫华都中心又名喜好中心的梦想北京新地标 包括东西二塔的22层高档写字楼 瑞士园林诗恩佐叶妮设计的私家花园 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设计的移动艺术馆 以及意大利珠宝集团宝格丽在全球开出的第四家宝格丽酒店 他们都属于50岁的天津女商人段伟红 段伟红低调而隐秘的发家故事是一段传奇 1990年代他在天津开过餐饮和房地产经纪公司 1996年6月创立太宏集团并出任董事长 10年28岁 2002年前后 段伟红将太宏集团总部从天津签到北京 之后的15年 他完成了一系列从国企手中切走半高的交易 2002年 低价从中院接手上市前夕的平安保险股份 2004年 从中外运抢下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大通关基地 2008年 在北京金鱼上市前夕 与仙天玉投资 中国信拿等一起拿到十大股东入场券 2010年 从首旅集团接盘华都饭店 并获准扩建为寸土寸金的北京东三环内顶级物业华都中心 但是2017年9月27日宝格力酒店盛大的开业酒会上 段伟红未能出现 消息人士告诉财新记者 在当天 或者前一天 段伟红因市员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员书记孙政财案被带走调查 至今已失联半年时间 4月2日出版的财新周刊刊登报道 段伟红折议 细数段伟红拿下华都 入股平安 掌控首都航空城的经过 屡屡从牛奶中撇出奶油 在最合适的时机 以最低价格拿下最具增值性的资产 段伟红靠的究竟是什么 段伟红与孙政财有哪些交集 获得了这位从北京发迹 在重庆落马的前国家领导人哪些帮助 和很多有着类似发家史的隐情富豪类似 段伟红并非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他很长时间掌控着 占地5000余亩的首都机场航空货运 大通关基地 却缺少运营管理能力 不得不传手给新加坡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 7年时间仅获利一倍多 跟他的同侪们不同的是 段伟红热心在工艺和学术上投资 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 润利奖学金 创立海峰工艺基金会 为清华大学捐建人文社科图书馆 并资助令计划妻子 创业计划 2012年 段伟红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获得博士学位 其博士论文 题为中央政府公共政策决策过程研究 以证券市场改革为例 同年他还在清华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 发表技术官僚的谱系 派系 语步系 对西方中国高层政治研究 相关文献的批判性重建 又红又专的政策议题是如何设置的 以股权分支改革为个案的一项研究等论文 近年来 段伟红又对赞助现代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 十年前夕 他正在筹划将世界公认水平最高的艺术 博览会巴萨尔艺术展引入中国 但这一次 他没有机会再缔造传奇 关于段伟红的更多详情与内幕 情建4月2日出版的《财新周刊》报道 段伟红折议 3月31日 大陆财新网突然起底十连半年的 大陆神秘商人段伟红 报道引述消息称 段伟红因治元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员书记孙政才案于去年9月 被带走调查失联至今 但相关文章连结 及其官方微博账户上的相关信息 随后被全部删除 这篇以段伟红得意为题的文章 详述了段伟红一系列成功 从国企手中切走蛋糕的交易 指其屡屡从牛奶中撇出奶油 在最合适的时机 以最低价格拿下最具增值性的资产 披露了段伟红与孙政才的交集 以及如何从其身上获得帮助的内幕 文章称 段伟红的发家故事低调而隐秘 2002年前后 段伟红将太红集团总部从天津迁到北京 之后的15年 他完成了一系列从国企手中切走蛋糕的交易 2002年 低价从中院接手上市前夕的平安保险股份 2004年 从中外运抢下首都国际机场货运大通关基地 2008年 在北京金鱼上市前夕 与星天玉投资 中国信拿等一起拿到十大股东入场券 2010年 从首旅集团接盘华都饭店 并获准扩建位于寸土寸间的 北京东三环内顶级物业华都中心 但在2017年 9月27日宝和力酒店盛大的开业酒会上 段伟红未能出现 财新网已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就在9月27日当天 或者前一天 段伟红因是原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员书记孙政才案被带走调查 至今已失联半年时间 文章还透露 段伟红并非一位成功的企业家 他很长时间掌控住 占地5000余亩的首都机场航空货运 大通关基地 却缺少运营管理能力 不得不转手给新加坡物流地产巨头普洛斯 今年时间仅获利一倍多 今年2月7日 纽约时报也引述消息称 中共当局拘留了49岁的女富商 段伟红 段伟红可能与前政治局委员孙政才的 腐败调查案件有关 公司记录显示 段伟红和他的前夫德斯蒙德沈经营的一家公司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 曾获得北京机场附近的炙手可热土地 孙政才当时在机场所在的顺义区任高官 孙政才曾被指示中共最高领导今后的接班人 被视为19大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 但在去年7月突然落马 被开除党籍 今年2月13日被提起公诉 至今 重庆市当局仍在批判孙政才恶劣影响和薄熙来 王立军流毒 去年中共十九大期间 中共证监会主席刘士渔在分组会议上披露 孙政才 薄熙来 周永康 令计划 徐才厚 郭伯雄六人阴谋篡党夺权 令人不寒而栗 这是中共官员首次公开用阴谋篡党夺权这样的字眼 来形容落马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 段伟红是凯峰工艺基金会的创始人和理事长 太宏集团创始人兼任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 及清华大学战略发展顾问委员会委员